但我最近 大家知道我不是特別聰明 但我還可以勤力 我還可以的 我還可以的 我最近也說 A股的情況 為什麼這兩天做得這麼好呢 我找了一些基金經理的朋友聊聊天 我們不是圍爐取暖 大家聊聊的時候 他們有些討論給我 第一 他就覺得 原來在亞洲區的地方 包括印度和部分國家 疫情 台灣等等 是未受控 甚至是很嚴重 所以很多人 之前搬廠 訂單 給了其他亞洲國家的訂單 回到中國 所以對於一些企業來說 訂單接到是停不了手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很多亞洲的基金經理 只能買到亞洲 你做一個國家的配置的時候 印度 台灣 買少一點 印尼 泰國等等都買少一點 反而 咦 看看 A股落後 所以你看到這一兩天 是多一些資金 北上上去買貨的 這件事 就對於A股有一個幫助 所以第一就是 從業務上去看 第二就是從資金配置 突然就問 肥仔 中國有些通脹問題 很簡單 有些 你現在的經金經理是選股的 他們選一些 能夠以價能力強的 將原材料成本的上升 轉價去給最終的消費者 即是貨品可以加到價 第二 原材料價格上升 可能對於汽車或相關股份有影響 你就買其他 所以其實在他們的配置裏面 這個通脹問題要留意 但只要動不了貨幣政策的話 他們仍然在A股仍然在港股 找到東西賣 所以大量的資金是流入 沒有大量的 有些資金是流入A股 而A股市場暢旺 亦都令到北水南下 還有提醒大家 我記得上次也有提過 內地有幾隻是專門投資於 香港恆生科技指數 這個ETF已經獲批 甚至是正式推出了市場 所以你可以理解 他們集了資金 有錢 投下來 所以你看到近兩天 北水南下的趨勢就大了 你看到騰訊就升了 這個世界不會有無緣無故的外 就是收了錢 要買 所以科技指數做得好 而騰訊也做得好 所以繼續看到兩天 暫時來說 我一向都不喜歡 市場上升了 就鼓子喇喇隊 哦!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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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場上升了 哎呀!怎麼知道了?不行了 我不是的 我跟基本因素著手 剛剛阿妹也說過了 似乎這個通脹問題 都會纏繞著 特別星期五 明天就快要放假了 星期五 美國公布PCE的數據 當然 你說PCE受控固然是好 但是如果是比較高 大家有機會憂慮 會不會真的收稅 那一個市場可能帶來的波動 但是總體上 最差的情況似乎過了 就算我天生保守也好 我都覺得 在走的區間 都有機會上市29,400點這個水平 嗯 感謝